各位朋友大家好 对于独裁国家来说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都是极其危险 过去毛泽东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都没有好下场 不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第二号人物都是安全退休了 因为这个时代中共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独裁 所以在集体领导的时候第二号人物还是安全的 而习近平回归了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 那么习近平时代的第二号人物 他的下场应该就和毛泽东时代的第二号人物的下场应该相差不多了 李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被火箭提拔为第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 而当年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林彪原来也都是毛泽东的铁杆亲信 也是被毛泽东火箭提拔为第二号人物 但是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拿掉了他当年亲自提拔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 那么现在习近平亲自提拔的第二号人物李强 习近平是不是又会亲自拿掉他呢 虽然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 但是现在第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迅速失宠了 成为一个花瓶摆设 这是毫无疑问了 这里先说一个另外的新闻 就是著名的战狼北京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最近很可能要调回北京 担任一个贤职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从事民间外交 而现在北京的外交部副部长邓丽 有可能会接任北京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调回北京 显然跟今年4月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的战狼言论是有关系的 当时卢沙野说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没有定 这就一下子引发了一个国际级的强烈旋风 很多国家都进行大量的批判 所以北京后来也被迫说 卢沙野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立场 不代表北京的官方立场 所谓这个个人立场的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卢沙野是作为国家的外交使节 他说的话当然就是应该代表国家的立场 不可能代表个人的立场 那么这次卢沙野的战狼言论是闯了大祸 所以他这次被调离呢 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处罚 首先是现年58岁的卢沙野 其实他还没有到60岁的腹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 完全可以再干两年退休 再说了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上 他是属于一个半官方的民间团体 是属于那些高官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的闲职 现在58岁的卢沙野还不到退休年龄 他就被调到这个民间团体担任这个闲职 显然就是属于贬值的一个处分 大家还都知道 作为战狼外交最典型的人物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年1月份他被调离了外交部发言人 转任到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一个闲职 这次外交战狼驻法大使卢沙野 被调离外交部 转任到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担任闲职 这样看来 拼命认真执行习近平战狼外交政策的 这些外交战狼 最后的下场都不怎么好 这也就说明给独裁者干活 那也是风险性极高的 因为独裁者他是喜怒无常 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 今天习近平喜欢那种极端的战狼言论 可是明天他又会不喜欢了 这样一来 那些认真执行习近平战狼外交的战狼们 下场很可能就是很悲惨的 就是用完了就被扔掉了 转回来说 北京的第二号人物 总理李强迅速的失从 我们先看两张照片的对比 在两个月前的4月23号 国务院进行第一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王昌林做专题讲座 国务院副总理和立峰 张国清 国务委员 慎怡勤做交流发言 从电视画面看 参加会议的有一两百人 相当的隆重 大家都来给李强捧场 而两个月后 6月9号 国务院进行第二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 做交流发言 从电视画面看 参加会议的就只有几十个人 人数是大大的缩水 很多人就不来给李强捧场了 4月23号 第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是有专门的讲师 当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王昌林来做专题的讲座 而6月9号 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就没有专门的讲师了 没有专门的讲师 就说明会议规模缩小了 降级了 4月23号 第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张国清 还有国务委员 盛一勤 都有专门的发言 是给李强捧场的 而6月9号 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就没有人专门发言了 就是没有人给李强来捧场了 这也说明啊 高官们都看出来 李强是失宠了 给他捧场的人就少了 4月23号第一次国务院专题会议学习 参加会议的人有一两百人 是来给李强捧场的人很多了 而6月9号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参加会议的人就只有几十个人了 给李强捧场的人就少了很多 按道理说这两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是同样级别的会议 参加的人应该差不多 来的人也应该差不多 而第二次国务院专题会议 参加的人一下少了很多 来的人少了很多 这就是很不正常了 熟悉中共开会规矩的人应该都知道 参加中共这种大型会议就等于是给上级去捧场 因为这类的大型会议多半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 就是会议越大越不重要 会议越小越重要 真正重要的会议都是几个人 顶多几十个人召开那种 不对外公开的内部会议 不会有这个电视画面出现的会议 而这种拍电视的会议都是仪式性的 都是上级要摆显一下 他的这个领导权威 一个摆样子的会议 所以参加这种会议呢 就是给上级去捧场 让上级有面子好看 不过这种会议啊 除了去必须参加会议的当事人之外 其他人的去参加会议就是旁听会议的嘛 作为去旁听会议的人 他是可以找借口 推托工作忙啊 是可以不去参加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旁听去捧场的话 就会把上级给得罪了 那么怕得罪上级的人 他都是要去的 而那些后台硬的人 不怕得罪上级的人 他就不去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看上级啊 他已经失从了 这时候你再去给他上级捧场 给失从的人捧场 就会把自己会牵连进去 所以很多人这时候为了避嫌 故意就不去参加会议 故意不去给他捧场了 所以呢 北京的官员在他得事的时候 给他捧场旁听的人特别多 开一个会 会场都挤满的人 而这个官员失事的时候 给他捧场旁听的人就很少了 开一个会 稀稀拉拉 没几个人来 我们对比一下 李强两次召开国务院专题学习会议的会场 就可以看出来 4月23号 第一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参加会议的人有一两百人 来给李强捧场旁听的人很多 这就说明当时李强还是很得势的 6月9号第二次国务院专题学习 参加会议的人就只有几十个人 给李强捧场旁听的人就少了很多 这就说明现在李强已经是失事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新华社发表的这张照片 就是李强主持召开第二次国务院专题会议的照片 在李强讲话的时候 几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 要不然是低头记笔记 要不然就是抬着头看着李强的脸 认真听他讲话 而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 虽然是坐的距离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最近 但是他双手是放在桌子上面看手机 他既不低头做笔记 他也没有抬头看李强的脸 根本就不把李强放在眼里 就根本就自己干自己的事 所以秦刚这么做的话 他不是一个失误而是故意的 因为秦刚作为在中共官场混了这么多年的官员 他完全清楚参加上级的会议 你就是要去认真聆听领导的讲话 这是中共官场的基本规矩 所以在上级领导讲话的时候 如此放肆去看自己的手机 那肯定是要得罪上级的 所以秦刚这么做显然那是要得罪李强的 但是呢 秦刚不怕得罪李强 而且还是故意他要得罪李强 就反映出来 习近平对李强是相当的不满 因为现在秦刚是习近平身边最受宠的宠臣 习近平的心思他是最知道的 所以秦刚知道习近平对李强很不满 他这么把李强就不放在眼里呢 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对外界表达习近平对李强的不满 一般的吃瓜群众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中共官场上的高官 一看这个场面就知道 李强失事了 失从了 现在中共排名第五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他一个人身兼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职务 同时还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习近平办公室主任 事实上 他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国务院总理李强 成为中共实际上的第二号 实权人物 也就是说呢 现在李强是迅速的失事 失从 已经成了一个摆设 而蔡奇是迅速的崛起 掌握了实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呢 一两句话就说不清楚了 将在以后的节目中进行探讨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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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